嗨 大家好 回收看本期视频 买房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大事 可是高房价让不少人忘了心叹 不过今年以来随着国家的调控政策的出台 随着住房不炒定位明确 房子也逐渐回归到它原本的居住属性 因此不少刚叙述在观望什么时候买房比较合适 相关部门也提出 2019年的稳低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也不会动摇 但是从最新的房价上涨数据来看 一手房的成交价同比增长了13.1% 那么今后的楼市将如何变化呢 近日有消息称 王健林也从前些年开始逐渐推出房地产 面对李嘉诚的撤离 王健林的抛售是在用实际行动来证明马云的预言 李嘉诚王健林推出房产界 与我国房地产发展阶段和发展历史或许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健林认为房地产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这时也让人们想到了马云的未来房价如葱的预言 你认为未来房价会怎么发展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